现在咱们已经说完了这个卷积的计算过程 然后呢大家可能现在存在这样一个理律 就是说第一次咱们不是选这样一个 在下面画吧 第一次咱们不是选了这样一个三乘三小区域吗 第二次我是不是说滑了一下滑到这个位置了 那么大家现在产没产生一点疑惑 就是说为什么你要滑到这个位置啊 咱们来看现在好像是往右跳了两格 那么这个两格是谁指定的 我跳一格行不行 跳三格行不行 我往其他地方滑行不行 为什么要按照你这个东西来滑呢 也就是说咱们这个东西是卷积给咱指定的呢 还是说咱们自己可以设置的呢 那么下面咱们就要来说一说这个问题 我们一般管这个滑动的不长 叫做一个stride 我们看这里啊 就是说这里有一个叫做stride的东西 这个stride的意思就是说 比方说一开始咱们现在的一个区域是在这个位置 咱们第二次区域呢是在这个位置 那么这个一号区域和二号区域相比来说有什么不同呢 二号区域是一号区域往右滑了两格吧 那么所以说咱们现在选择的一个stride是等于2的 再往右滑两格呢是不是到这个位置了 咱们来完整的画一下 然后呢是不是再往下滑两格啊 到了这个位置 然后又到这个位置啊 这个位置 那么是不是还能再往下滑两格啊 我们看这个位置还有个值 这个位置还有一个值 这个位置还有一个值 也就是说啊 咱们现在是一个7乘7的输入 假设说呢 咱们现在用一个stride是等于2的 咱们最终能得到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呢 咱们是不是得到了9个框啊 那么这个9个框对应什么 这9个框卷积完之后啊 是不是能得到一个9个值啊 这9个值 如果说咱们用一个局势来表示 它是不是一种3乘3的形式啊 也就是说咱们原始的输入啊 假设是一个7乘7的 它经过了stride等于2的一次卷积之后啊 它可以得到一个3乘3的输出啊 咱们可以通过这个stride来去定义 咱们想要得到的这个输出 是多大的 那么下面问题来了 就是说这个stride该怎么样选择呢 你是选择大的stride 还是选择小的stride呢 这个stride啊 到底对咱们卷积操作啊 会有多大的影响呢 大家可以这么想 就是说咱们stride的选择越大 是不是说咱们最终能得到的结果会越小啊 比方说一个stride等于1和一个stride等于2的 是不是stride等于2啊 得到的这个最终的一个特征图大小 要比这个stride等于1的特征图大小要小一些啊 为什么啊 因为stride等于2的 它提起出来这个框小对吧 不是框小 是框比较少对吧 那么这个多少的问题决定了什么呢 咱们可以这么想 其实啊 咱们希望什么 咱们是不是说这个得到的特征图上的一个值 代表着一个特征啊 咱们是不是希望这个特征啊 其实啊 从道理上来讲 咱们希望这个特征啊 咱们可以利用的越多越好啊 咱们一般情况下是希望 咱们这个stride的稍微小一些比较好啊 也就是说 stride的小一些能够使得咱们得到的特征啊 稍微的更多一些 更丰富一些 但是呢 咱们为什么不用s等于1的呢 咱们来想一想 咱们在得到特征的同时啊 咱们是不是要考虑一个效率的问题啊 也就是说 咱们任何事啊 都要拿一个时间效率来比 如果说你让这个stride等于2 或者是stride等于3 和stride等于1相比啊 虽然来说 stride等于1能够得到更多的特征啊 这个特征图更大 所以说它得到更多的特征 但是呢它计算出来这些框更多了吧 这么多的框啊 咱们再计算起来 是不是每个框都要进行一次卷积的计算 都要进行一个内阶的计算 都要算这个wx加b吧 这么多框 咱们都要算这个事啊 有点得不偿失 那么其实啊 一个经验值来说 咱们要选择一个合适的stride的 这个stride呢 不能太大 也不能太小 如果stride太大 咱们会漏掉很多图像上的信息啊 比方说 咱们得这里去掉 比方说啊 我这个stride等于这个 我们看啊 这里啊 还不能等于3 假设说啊 stride太大 我们第二次直接滑到了这个位置 行不行 直接滑到了这个位置 是不是说 咱们少了中间这一个区域啊 没有进行特征提取啊 是不是就把这一部分像素点给它浪费了 也就是说 咱们stride的选择 应该很谨慎的啊 咱们不能选择太大 也不能选择太小的 这个就是啊 卷积网络一个不偿的概念啊 这个stride 以后啊 咱们会经常用上stride的这个概念 然后呢 咱们接着往前翻啊 就是说 刚才讲这个图的时候啊 不知道大家 没注意到一个细节啊 我这块有一个东西 叫做pide 那么这个pide是什么意思呢 是说咱们这个 现在玩的这个iPad吗 不是这个意思 那么这个pide 表示一层什么样的含义呢 咱们现在啊 来想这么一个问题 然后来看一下 就是说 咱们现在不是进行一个 卷积特征提取吗 咱们要进行 这一块一个区域 这一块一个区域 然后这一块又一个区域 那么咱们来想一想 就是说 对应着 咱们来说 这块是一号啊 就是说 这个小格是一号 这个小格是一个二号 咱们来看 对于这个一号来说 是不是只有一个区 区域到了这个一号啊 那么对于这个二号来说呢 是不是说 有两个区 区域到了这个二号啊 longtime出现 这么一个事对吧 那么这个事 说明一件什么 什么现象 说明了 在咱们计算 这个卷积的时候 有些像素点 被咱们利用了多次 有些像素点呢 被咱们利用了 很少的次数对吧 比方说这里啊 二号这个像素点 它就被咱们利用了两次 一号这个像素点 只被咱们利用了一次 那是不是说这个二号像素点 对最终的结果提出 就是说对于咱们特征图 贡献了更多的 更多的一些信息呢 可以这样理解吧 二号比一号贡献了多的一些信息 那咱们想一想 我能不能采取一些办法 让这个一号也多贡献一点呢 也就是说咱们需要 让这个框多利用利用 一些边缘上的信息 比方说这个一号这个三号 或者说咱们来看 对于中间的来说 它们利用的信息就更多了吧 对于这个框上 或者说这个四周上来说 它利用的信息 就相对来说少了一些吧 咱们该怎么样操作 能够使得对于这些边缘的信息 更加就是说更好的利用呢 咱们现在就来解决这么一个问题 那么也就是说咱们看 这个拍的像 就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的 我把这个之前画的删掉 咱们拿这个看吧 就是说其实呢 咱们现在咱们看 咱们是一个七乘七乘三的数 那么这个七乘七乘三的数 已经是咱们变换完之后了 那么咱们最初的图像是什么样 其实来说 咱们最初的图像是这个样子的 咱们最初的图像是一个五乘五的 咱们来看 这是一二三四五 它的H是等于五的 它的W也是等于五的吧 最开始咱们的输入图像 其实它是一个五乘五大小的 然后呢 咱们对这个五乘五大小 做理解什么事 咱们加了一个π的1 这个π的1什么意思啊 π的1的意思就是说 在咱们原始的输入啊 这个五乘五的区域的边缘上 加了这么一圈0 咱们来看 咱们现在这个区域 咱们外面啊 这是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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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圈都是0吧 也就是说这个π的项像啊 是要在咱们原始的输入上 加上这么一层0 加完一层0有什么用啊 咱们来看 如果说一个五乘五的区域 是不是说 这个值 它是一个边缘点的值 这个值也是一个边缘点的值啊 这些都是一些边缘上的值吧 这些边缘上的值啊 可能利用起来 不是那么容易 对吧 只能有一个框 利用到它 利用到这个值 但是呢 一旦咱们加上了 这个π的项像啊 加上了这个 天冲了这样一圈0之后 这个值啊 它就不再是一个边缘值了吧 它不再是边缘值 这样就能够使得咱们更好的去利用这些边缘上的信息 那么这个啊 就是咱们要讲的这个π顶像 在咱们的这个原始的输入上 加上了这么一圈0 加上了一圈0之后呢 咱们的输入的大小 是不是发生了变化了 那么咱们现在啊 就是说 说完了这个π顶是什么样啊 就是说π顶是什么意思 那么下面啊 咱们再来说一说 为什么要加0呢 哎 就是说这个加法啊 就是说加始的法 其实有很多 比方说这块是1 你让它的值都是1可不可以啊 这块12 你让它12 比方说这个是36 你让它的值啊 跟它等于一样可不可以啊 为什么你非要加0这个数呢 那么其实来说啊 就是说 咱们加上的这一圈啊 它是不是咱们原始的输入啊 它不是咱们的原始输入吧 那么它不是咱们原始输入 咱们只是让它来去帮咱们 只是让它帮咱们啊 把一些边缘点信息给利用上 但是呢 对于咱们的输入来说啊 这些0 咱们添冲向的0啊 对咱们的网络来说 是一点意义都没有的啊 咱们无论天冲什么样值啊 其实都是改把原始输啊 进行了一个扩大吧 那么扩大来说 它添加出来这些东西啊 对咱们的网络来说 是没有任何的学习的意义的 所以说 咱们就干脆让它等于0啊 就好了 等于0 为什么就说 它能够使得咱们网络不学它呢 等于0 就是说 咱们看 0乘上任何数啊 比如说乘上w咱们的filter里的 不管哪个元素 0乘上任何数都是0吧 也就是说 咱们在进行卷积计算的时候啊 不考虑这层拍定像啊 就是说 它们计算完结果都是0 都是0呢 就是说 咱们网络啊 什么东西也学不到 咱们不让网络啊 去学习这些边缘化 咱们自己填充出来的东西 因为呢 它本身就是咱们扩充出来的 本身也没有太大的意义 好 那么现在咱们说完了 这个卷积里边啊 一些咱们需要注意的 一些参数项的设置 然后呢 咱们接下来啊 要解决这么一个事 就是说 咱们现在啊 手里有一个输入 它是一个7乘7大小的 然后呢 咱们指定了这样一个filter啊 咱们现在啊 就是拿一个 二维的情况下来说啊 咱们就先不说 这个深度这个概念了 输入是一个7乘7大小的 这个filter呢 它的一个大小 是一个3乘3大小的 也就是说 咱们啊 现在的一个窗口 是一个3乘3大小的 然后呢 咱们要对这个 咱们的书啊 加上一层py点 py等于1是什么意思啊 加上一圈0 那么这个py等于2是什么意思啊 py等于2 是不是就说 加上两圈0啊 py等于3呢 加上三圈0吧 py等于4等于什么 加上四圈0吧 就是说这个意思 咱们现在啊 已经把这些输入 给它指定好了 然后呢 咱们要算出来一个 哎呀 你最终得到的一个 特征图的大小是多大 那么这个东西 咱们该怎么样去算 咱们假设啊 现在的一个不长啊 这里忘了一个不长项 咱们假设啊 这个不长等于1 然后呢 咱们就说一下 咱们怎么样 由这个输入 推出这个输出 咱们来看一下 现在输入是一个7乘7的 其实呢 它是有这样一个公式 这个7是一个h 这个7是一个w 其实啊 对于h和w来说 都是一样的 咱们想要得到一个输出的 h和w分别是多大 那么对于h来说 它等于什么 咱们这个houtput的吧 ho 它就等于一个h印 用hi来表示吧 用这个h印 减去一个filter size 然后呢 再加上2倍的 这个piding像法 2倍的p 为什么 是天冲一圈顶的时候 是不是左边也天零了 右边也天零了 上面也天零 下面也天零了 所以说 咱们在这里啊 加上了一个2倍的piding像 再除上咱们一个strad 这里用strad的 它就是等于1的 咱们的就是 再除上一个strad的像 最后的结果呢 再加上1 就等于咱们一个新的 得出来的一个h 这个houtput 那么对于这个w来说 它也是一样的 这个wo等于什么 对于wo等于这个wi 再减去这个filter size 减去这个3 再加上2倍的piding 2乘上1 加上2 再除上这个1 再加上1吧 对于这个wi来说 它等于7 也就是说 7-3等于4 4加2等于6 6再除上一个1 是等于1的 1加上1是等于7的 也就是说呢 咱们现在啊 算完之后 咱们的输入和输出大小啊 是一模一样的 那么有了这个公式之后啊 咱们是不是就可以算一下 咱们之前的那个32和28了 咱们来倒过来看一下 咱们来找一个地方来算一下 我们看啊 找哪个呢 就拿这个来看吧 咱们现在看一下 就是说现在的输入啊 是一个32乘以32的 它就大小的 然后呢 这个filter是一个5乘5大小的 咱们来算一下 这里假设啊 咱们的s是等于1的啊 咱们就来简单的来算一下 这里啊 咱们是没有使用这个piding像 所以说啊 这个pad让它等于0 也就是说呢 用32再减去这个filter size 减去5 除上咱们的strait 再加上1 是不是就等于这个28了 那么就是说啊 现在是在piding等于0的 那么piding等于1呢 咱们这一块还要再加上一个 二倍的piding像吧 也就是说 咱们可以通过这个公式 算一下咱们的输入和输出之间的一个关系啊 通过这样一个公式 咱们的输入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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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输入了